这次我给大家做一款风情花草蜡烛 这款蜡烛要用到两种模具 两种这个样子的模具 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要比这个小到两到三公分 就是做好之后的蜡烛可以放到这个里面 好我们是先用这款的 如果有皮筋的话最好拿一个皮筋 没有皮筋的话就用记号笔做一个记号 就是我们用小的这个模具做出来的蜡烛 高度不能高于这个大号的模具 要比这个矮 所以先定一个位置 看做好之后到底能放动多大的高度 好了大概这个高度就可以了 它可以比大模具低 但是一定不能比大模具高 然后这次我们用的也是大豆腊 但是材料是稍微还是有区别 这个是柱状大豆腊 里面就是小豆子颗粒 这个多放一些也没关系 因为看着多等融化成辣液的时候其实不多 因为用起来的话你会发现真的不经用 然后先把这个加热 在加热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先穿辣线 跟之前的操作都是一样的 然后取出一点这个防漏泥 这个是蜡烛专用的防漏泥 在网上也是可以买到 名字就叫防漏粘涂 然后把这个粘住 这个主要作用就是防止蜡液从这个孔里面露出来 也是可以固定蜡线 全都做好之后我们尽量再比对一下 看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就等蜡液融化就可以了 好了现在蜡液差不多就融化好了 记住蜡液如果融化好了之后就要取下来 因为继续加热的话会产生特别就是刺鼻的气味 而且也不能过度加热 过度加热的话容易把蜡液就是烤至焦黄 很多蜡液它对温度要求比较高 做的时候就要隔水加热 要在上面放一个罐子里面加入水 把这个加在上面隔水加热 现在我们还是一样先测一下温度 这个测温度的时候也是一样 温度计尽量不要直接放 直接就是碰触到这个底部 因为底部的温度是非常高的 它不是蜡液的实际温度 所以我放一个勺子就是可以 把这个温度计固定住 一定要放在中间测量 不能接触到金属的底部 好了现在的大概温度是 115还在往往上慢慢涨 可能会到120度 然后我们要等它冷却到65到70度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入模具 好了现在我们的温度已经降到60度到70度之间 倒到皮筋这个位置就可以停了 好不要超过这个高度 这个是我们当时定下来的 好了现在我们等它凝固就可以了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等腊液凝固了 我然后我们试着去脱膜 保险期间把底下这个去掉 从底下去 好了这个就是已经脱出来的蜡烛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底部多余的 垃圆剪掉 剪掉后我们拿这个大一号的模具 然后把这个孔用防漏泥给抖住 因为等一下要在里面倒垃液 这个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然后把这个蜡烛放进去 放进去的话要尽可能的放到正中间 然后我买了这些别的花 这个是我前天逛公园的时候 在地上捡到的 但是太大了放不进去 我们也可以废无利用 这些东西都可以往蜡烛里面放 放完之后检查一遍 看哪里有问题的 再修改一下 出些这个 插在这边 还有我买了 买了干燥的满天心 好了把这个放在上面加热融化 好了现在我们的蜡叶已经融化了 现在温度已经降到70度了 我们就可以准备入模具 到的时候一定要慢慢倒 小心倒 动作不要太大 就轻轻排气泡就会跳出去 好了现在我们等它凝固就可以了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凝固住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脱模具了 动作轻一些 这个就是做成型的样子 来 comes 来 待会儿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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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